第32章 木秀 不一会儿 碧痕便端了饭食进来 说什么呢 那么高兴 碧生忙一蹦一跳地跑了过去 一边接过碧痕带来的饭菜碗筷 手脚麻利的不好 一边说道 小姐呀已经答应了 明日进宫也带上我 碧痕笑着说道 我就说呢 怎么突然那么殷勤了起来 想来是看上了宫里玉厨的手艺了吧 碧生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小姐说我无视献殷勤 你也这么想 难道我就真的做得这般明显 沈唐文言便与碧痕相够一笑 碧痕想了想道 那明日我便在月桂园看家吧 自得了上次的教训呢 我总觉得园子里的小丫头 没一个靠得住信得过的 还是得我亲自坐镇比较好一些 秦始将近日来的不顺 都归结到了沈唐山上 难保不再出什么阴损的招数 若是沈唐和毕生毕痕都不在园子里 单靠这几个小丫头 还真是让人觉得不放心 沈唐的脑中忽悠闪过了 檀香那迟疑的神色来 他眉头微皱点了点头 嗯 那样也好 到了晚间 苏木然果然派了小茶将海棠图送了来 沈唐将画作置于书案上 细细地铺开 不由地赞了一声 好一幅海棠春续图啊 只不过寥寥几笔 竟将海棠花的绝色风姿都入了画内 苏表哥的话迹果然不凡 毕生忙凑了过来 瞥了一眼便不以为然的倒 我倒是没看出有什么好的 不就是一个光脱脱的树盖 伸出了几个枝样 结出了几簇花球吗 稀稀拉拉的 还不如花满整个图才好看呢 沈唐无奈地撇了撇嘴 有时旧父所请教话的老师 一般也教了你和碧痕 同时学了几年 你竟是一点掌机业务 还真拿你没有办法 碧痕徐徐地走到岸前 见了苏木然的画作 眼中微微地放着光芒 这枝干义态慵懒 滋形妩媚 枝头怒放的几簇海棠花 既娇且翘 难得这用色新奇大胆 这叶子竟然是浅紫色的 但让人看了却不以为怪 反而更是融入了整幅画作之中 浑然一体了 海棠眸光一闪 语气变淡了一些 苏表哥这画虽然娇美 却少了些风骨 倒是显得过于柔媚 脂粉气有些过于厚重了 不是我心头所好 毕生 你将这画收起来吧 毕痕文言微致 脸色便有些不自然 沈唐故意装作 没看见一般 笑着问道 给荣二心智的下一 针线处的人 是直接送到了苍吾院吗 毕痕的脸色便舒缓了下来 二少爷的下一 针线处的人 是一并送到这儿的 是毕生点算轻了 再送了过去个二少爷 沈唐晨吟道 荣儿身边只有双服 双洗两个小丝 苍吾院倒是有一些 撒扫洗刷的小丫头 但是没一个 能够管事的丫头 到底有些不便 你与那几个小丫头们 相熟一些 有空啊 便替我去那儿多瞧瞧 若是有老实可靠的 不妨告诉我一声 也好升个等 替荣儿找个 能看门守院的人 其实 沈荣刚入侯府之时 老夫人也曾 拨过两个大丫头给她 但不多久 沈荣连续生病 甚至有一次 还拉了几天的肚子 险些就熬不过这节了 老夫人因此起了疑心 便随了沈唐的意 沈荣身边不再涉大丫头 只让双福双喜 贴身伺候着 从前倒还行得过去 但如今沈荣入了太学院读书 双福双喜 也每日或明或暗地 跟在身侧保护 沈荣无怨中便没了管事的人 像这些衣裳赏赐的还属小事 若真的像上次那般 再来一次栽赃陷害的戏码 那便就有些不妙了 碧痕想了想 道 真论起来呀 苍无怨也就文秀一个 还算是可造之才 沈唐挑眉 文秀 是那个圆盘脸 大眼睛的姑娘吗 碧痕笑出声来 小姐 哪有您这样说人家小姑娘的 文秀不过就是长得圆润一些 与圆盘脸还差得有些远吧 沈唐笑着说 那好 你跟我说说 她是什么样性子的人 管她是圆盘子脸 还是长条子脸 沈唐需要的是一个谨慎可靠 心思没有那么大的人 碧痕略私存了片刻 道 文秀是专私洒扫的三等丫头 仓务院不大 人口又少 二少爷又不挑剔 按说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都使得的 但她呀 却每日都将该洒扫的地方 都细细擦过 这算得上是忠于职守 但凡我去给二少爷送东西 这么多小丫头里 也唯有文秀会迎出来 思客的丫头倒是赖着不动 这些基本的礼仪 却都是她来做 这便是为人处事的能力了 碧痕姐姐说的可是文秀 毕生将苏木然的话作放好 回转来时 正好听到碧痕这番话 不由的便出声问道 碧痕笑着说 小姐呀正问起苍无怨 还有什么能担大任的丫头 我便提起了文秀 沈唐转头过去 你也认得她 毕生点了点头 嗯 在参务院见过几次 论品性啊 倒确实是个好的 就是有些谨慎过了头 沈唐疑惑道 怎么说 毕生一摊手 也甚是不见 这文秀的娘啊 原来竟是我们小厨房的罗婶 这我也是前日无意中 从罗婶的口中得知的 论起来 苍无怨和月桂园都是一家 文秀的娘既然在这儿当差 她也该常来走动才是 但是她却从未提起过 这不是谨慎过了头 是什么 沈唐目光微宁 滴滴地倒 这倒是个明白人 罢了 等改日我去苍无怨的时候 见一见再说 这时 摄香来并告 小姐 老夫人身边的菊梗姐姐来了 沈唐心智 必是来送 黄贵妃娘娘的赏赐 便扬了扬手 快把她请进来吧 欢迎继续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 玉堂娇 作者魏忧 主播叔叔 菊梗笑着掀开了珠帘 挪了进来 今日老夫人事多 直到刚刚才想起了 还有黄贵妃娘娘的赏赐 没给大小姐和二少爷送来 便急急地催了我来 说着便让跟着来的小丫头 将怀中所抱的几个锦盒搬了进来 碧痕便走了过去 与那小丫头到了旁边的尔室里 对着李丹点算了起来 沈唐请菊梗坐了下来 毕生给她倒了一杯心智的花茶 菊梗道 大小姐对奴婢太客气了 倒让奴婢不好意思起来 沈唐便瞥了她一眼 我请你坐 你便大模大样地坐下来 我给你香茶 你连推辞都不藏 这倒像是不好意思的样子 哎 我说菊梗姐姐呀 你就非得跟我来这一套 菊梗笑着说 咱们死交好 你不爱扳主子的款 我也就随了你 该坐坐 该呵呵 但那些客套的话呀 却是非说不可的 沈唐见她的眼神 往尔室那边瞟了一眼 便微微地点了点头 老夫人身边两大丫鬟 菊梗和柳絮 向来是面和心不和的 为了争着老夫人身边的第一人 两人之间没少过暗潮汹涌 菊梗既这么说 里面那小丫头 想必是柳絮的人了 沈唐低声问道 老夫人今日都忙些什么呀 怎么那么晚才派你过来送东西 菊梗见左右并无什么生人 那小丫头又在尔室与闭痕点算清单 便压低了声音道 大少爷自小定下的那门亲 有了变故 人家反悔了 沈唐的眉头轻皱 那老夫人可说了什么 彼时沈丰还是稳稳荡荡的下下任安允侯继承人时 威北侯临城便有意将自己的嫡次女林玉姿 说给沈丰当妻子 沈谦也觉得这门亲事不错 便硬了下来 双方交换了更铁与信物 只差选一个合适的时间 便将这嫁娶之事做下了 但如今呢 威北侯却反悔了 菊梗嘀嘀了口气 老夫人自然是震怒非常的 倒是大夫人得知了这消息 甚是平静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还将老夫人也安抚好了 沈唐心中微动 许是大伯母觉得如今大哥的地位有些微妙 若是娶了这样高门大户里出来的娇小姐 也未必是福吧 菊梗听了 颇觉有几分道理 沈唐便想起了苏木然的话 笑着问道 我早上给祖母请了安 回月位园的时候碰上了苏表哥 他是外男 今日又不是初一十五 祖母特特地换了他去 所谓又是为何呢 菊梗在耳室内仍没什么动静 便隐忍着笑语 滴滴地倒 老夫人前些日子请了一个官媒来 想起媒婆子替表少爷 物色几个合适的小姐 这不 媒婆子处有了回音 说好了沉默过来 送小姐们的画像来了 老夫人便想着 让表少爷自己挑一个合心意的 这才传了他来遗寿园 沈唐眉心一跳 接着问道 那表哥可曾挑到未来的表嫂子 举梗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表少爷见到媒婆时的表情啊 可真是五味杂陈 好看极了 后来呀 任媒婆将那些小姐吹得天欢乱坠 表少爷也总能从那画像上找出毛病来 这个眉毛太粗 那个鼻子太大 这两个目露凶光 只把媒婆子气得收拾了画像就告辞了 沈唐有些哑然 一向文质彬彬 有礼有节的苏木然 竟也会行这五里头的事 他笑着问道 那祖母一定是被表哥气坏了 举梗答道 老夫人倒还好 直到若是表少爷看不中这些 那就让媒婆子换一批来看看 但二姑奶奶呀 就真生了气 后来表少爷发了誓 说是名罪的科举 定要去永夺三甲 给二姑奶奶赠一个告密回来 这才让二姑奶奶转怒为喜 也并不再提让她取亲这话头了 沈唐笑道 苏表哥倒是好稚气啊 大周朝文风昌盛 人才济济 每三年一次的科举 都有无数学子挤破了头 要夺这三甲之位 其中也不乏像太学院 这种顶级学府出来的学子 苏表哥如今只是自己在家用功 时常还赏花作画的 要挤入这前三 倒真是有些难度 菊梗说道 老夫人也是这样说的呢 因了表少爷这话 老夫人心情大好 连中范都多用了一些 谁料到过不多时 威北侯府便派人送来了毁婚书 话音刚落 那捧着锦盒的小丫头 便跟在闭痕的身后出了来 菊梗只好立了起来 向沈唐告了词 碧痕脸上笑意盈盈的 黄贵妃娘娘好大的手笔 给小姐这生辰礼啊 可真是丰厚的紧 竟还有两颗鞍唇淡大小的珍珠呢 沈唐浅浅一笑 这些珍贵的珠宝 都是入了内务府的当的 只是看着好看罢了 既不能送人 也不能变卖 若是掉了失了呀 还是对黄贵妃娘娘的不敬 还不如给些真金白银的 倒来得实在些 正说着 摄香又晃动了门帘 她攻胜了道 小姐 侯爷身边的全书来请您 侯爷请您过去一趟 沈唐心中隐隐觉着 应该是大哥被退婚一事 祖父想听听自己的看法 于是略整了整衣衫 便让碧痕跟着出了门 全书在月桂园的门口厚礼着 见沈唐来了 便忙迎了上去 一边提了灯为他引路 一边说道 侯爷刚回府不久 脸色很不好看 大小姐呀还请小心行事 沈唐眉头微粗 全书 祖父又提起 是因何事困扰吗 全书回头望了一眼 自动落后了三步之远的壁痕 敲声了道 大少爷呀 被威北侯退了亲 侯爷是回府以后 见着老夫人才知晓的 但明明今日朝会 侯爷还与威北侯站在一道 威北侯竟只言片语都不曾提及 生生地僵了侯爷一军 侯爷能不生气吗 沈唐有些惊讶 威北侯疼爱女儿 倒是京城出了名的 但即便是不想让自己的嫡子女 嫁给一个将来无法承袭爵位的夫君 非得退了与沈丰的这门亲 也有的是温和的办法 何故做得如此决绝呢 看如今的架势 倒像是要不管不顾地 撕破了脸一般 书房里并未像以往那般灯火通明 只在书案上摆了一个烛台 烛影凌乱 显得沈谦的脸越发灰暗了 祖父 沈唐沉静地叫道 沈谦的表情已经平静了下来 他有些疲惫地扶了扶额头 沉声问道 阿全可已经将事情跟你说了 沈唐公顺地点头 是 那你怎么看 沈唐眼眸低垂 语调舒缓 唐儿以为 这是件好事 沈谦半眯着的眼 忽然睁了开来 直直地望向岸前 垂手立着的孙女 愣了半晌 方才急切地问道 怎么说 沈唐抬起了头 眼中仰着浅浅的笑意 我沈氏几百年来的根基 就算是大伯父被害 这样大的打击 也不曾伤了根本 又岂是微背后 这小小的伎俩 便能伤到的 但沈氏 却正好可以借着这梁基 退隐于幕后 沈谦的手指 有节奏地敲打着书案 过了两久 开口问道 沈谦的意思是 要我示弱 哦 我记得了 我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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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我